我們之前已經說今天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嘛 之前我們學的函數大概就是20個核心函數的應用 那從今天開始我們會教更多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要學的第一個函數好了 也不是說學的第一個函數啦 就是我們現在來講一下我們為什麼需要用20個核心函數以外的函數 主要就是因為大家應該有發現一件事情啦 就是舉例來說在前面的課裡面 我們要找植數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個不同人寫出來的程式嘛 都可以做喔 但速度可能會差很多 那當然啦這個就跟你了不了解內向政務的特性啊什麼有關的 那我們在前面的課都只是先要求大家就是能做 能做到就好了對不對 那在這裡啊我們也不是說要要求大家快速啊 因為那個不同條件之下那個就是 他的 不同條件之下 他的那個需要大家快速的這個 背後的要了解的知識是不太一樣的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啊 他要從1加到100 大家會不會用迴圈座 一定會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同時也會更有效率的方式嘛對不對 這個應該不會有人不知道高師8歲就會幹這件事了嘛對不對 幹嘛露出微笑眼神 你們該不會真的不會吧對不對 好啦不可能不會啦 你們都考到這裡來了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學一個東西啦 就是我們現在要 我們先就學第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快速的讀檔案 這個檔案齁 我們之前給大家的檔案大概都不會太大啦 所以讀起來大家都不會太久 事實上我們等一下給大家的範例代也不會太大 但是你要知道讀檔案其實有非常非常快的方法 有一個套件叫data table 然後我們這邊學到一個新的turn對不對 叫套件 好套件他英文package啦 那這個package我們要怎麼去下載 來這裡有這個教學齁 要嘛你就是貼這一串 欸install install 然後直接把它按下run 可是我這邊就不run啦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安裝好了 那我告訴你要怎麼安裝 在這裡右邊這邊是不是有五個分頁 這邊是不是有個叫packages的分頁 好之前我們都沒有用到file以外的分頁嘛對不對 我們之後會一個一個學到 package這裡有一個安裝 點下去之後打上data.table 好就可以安裝了好不好 我就不按了啦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有了 那你怎麼確定你安裝完成了呢 安裝完成之後阿 如果你打這段指令 library data table 你按下run的時候 他只有 他可能有出現警告 但是他不會出現 他會出現一些 但他沒有出現error 那就他成功了 如果你想說 欸我這樣到底算不算成功 你搞不清楚你就再run一次 再run第二次他沒有出現任何資訊 那絕對就是 成功了 好不好 error的話就是你連續好幾次他會一直出現同樣的error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先給大家 先給他安裝套件好不好 就是 欸我應該還會再下載一個檔案 我看一下齁 好再 除了安裝套件之後 再把這個 3-4這個檔案下載下來好不好 好不好 就先做這件事 然後我們可以 試著 我們先把這邊結束好了 然後再給大家試著讀檔 欸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這個 System 點探 這個我們是不是學過 拿來算時間用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打下T0 這樣T0是不是被我固定住了 接著我 run下 System 點探 減掉T0 這樣是不是 隔多久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吧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在這裡我們試著讀進 我們的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如果用readcsv 做 readcsv是我們之前學到的函數嘛 對不對 我們這樣做的話 有一些時間 他要的時間大概是1.6秒 對吧 好但是如果啊 如果我們使用 fread 同樣 同樣的 也是讀檔喔 我們只是把 read.csv 改成fread 好你應該快發現 他幾乎是 就是 少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啊 十分之以下的時間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先 我們先做到這裡好不好 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大家應該已經感受到那個 就是讀檔速度的差異啦 那讀檔速度的差異感受完了以後啊 我們要 來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我們兩個讀進來 它的那個格式不一樣啊 如果你打class data1 它是一個data frame data2呢 它是一個data table 好所以說這個 這兩個東西它顯然是 不一樣的東西啦 那我要怎麼樣去改呢 我需要在右邊下一個指令 data table 等於false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讀到一模一樣的東西啦 我再做一次 好我的data2也讀完啦 我的data2我再問一次class data2 它就是一個data frame 好這 那這樣子的話 欸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那個 欸 還有一個就是 欸 如果你直接打all equal的話 好它這兩個會 它會沒有辦法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齁 主要是因為 這一個 這裡面你如果仔細看這個資料的話 它右邊是不是有寫說 這個 欸這裡是 這是整數 這是整數 這是因子 這是因子 這個 那個數值 這因子 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 好我沒有教過str這個函數啦 不過 你如果 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 啦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一個一個找對不對 第二個 第三個 欸這個用回圈做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不過str當然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函數啦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data tool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兩個東西 欸在上面它是因子 到了這裡之後 它變成了文字 它變成了文字 那為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啊 這一個 read.csv 這裡啊 欸你需要有一個 額外的參數 叫做 你問它如果是文字 讀進來的時候 你喜不希望它是 因子 然後我打force 就代表不希望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樣讀完的話 你如果問這個all equal 這樣子的話兩者就會完全一樣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這不是 不過這其實不是什麼重點啦 好不好 這個我們只是 帶大家體驗一下套件 好不好 然後包括這個 欸我們如果要寫檔案出去的話 這一個函數 是把data1給寫出去 這是把data1給寫出去 它總共花了多少時間呢 總共花一秒鐘左右的時間 那如果有沒有fWrite這個函數呢 fWrite就是 data table裡面的函數 fWrite 好同樣的東西 我們只花了 大概二十分之一左右的時間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 呃 在r裡面 寫出 寫出檔案跟讀檔 除了可以寫成csv檔以外 csv檔可以讓我們有excel打開嗎 對不對 還可以寫成一種特殊的 檔案屬性 叫做 點rdata 這個點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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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夠把任何物件存出去 就是在 這個在r裡面 我們能夠寫出去的檔案 看起來只有data table嘛 對不對 欸data frame 那我們 如果有一些什麼 物件格式是什麼 呃 我們交過list了嗎 我們交過list了嘛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 是什麼 s and class的東西啊 或者是 函數啊 什麼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save這個函數存 這個只是額外 這不是data table裡面的函數喔 這個是 r裡面內建的函數 我們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 存出去 我們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檔案 它有11MB對吧 這個 它居然有16MB 這個檔案居然比較大 好吧 不過 在大部分的狀況下 如果你存成.rdata的話 它的容量會比較小一點 那.rdata可以存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甚至還可以存 假如我現在有一個x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x是什麼 欸這個是我好像之前上課的時候用 欸這是我某 之前可能某一次上課用到的東西 欸我可以一次把這兩個東西存到這裡面喔 我再做一次 好那有趣的是 我當我把它清空之後 現在裡面是不是完全沒有東西了 好我把它重新rode進來 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x也被我重新rode進來了 所以點.rdata有什麼好處 點.rdata它儲存的時候 可以儲存就是不同的這個 就是物件 全部存到一個檔案裡面去 然後並且這個物件格式是不限的 就是R語言的物件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邊我們主要就是教大家一個 快速的學習這個 就是package的應用啊 什麼之類的 前面喔你要repeat也可以 不repeat也可以啦 只是教大家就是使用套件而已 我們現在要來這個 要練習題的挑戰跟前面完全無關喔 是一個新的東西 這東西什麼勒 欸請你啊 這個 我們現在想要把圖片讀到R裡面 我們把圖片讀到R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就是 我Google R Display Image 那你如果點進第一個 你應該會看到 欸這裡有一串 它這樣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欸看起來好像就是 需要有一些 安裝套件啊 然後你可以read的檔案啊 然後之後 你就可以把檔案 欸讀出來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勒 欸你可以隨便讀取一張檔案 你可以隨便讀取一個 圖片啦好不好 你去Google隨便圖啊 那個假如說 你可以搜尋一下元寶的圖片啊 對不對 欸你把元寶的圖片讀進來 並且顯示在R裡面 好不好 我們試著做一件這件事情 那你需要用的程式碼勒 欸這邊有 這邊好像有一些地方可以貼嘛 對不對 你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 好那我們把畫面還給你 好大家如果直接點那個網頁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就是 欸其實 直接複製貼上 這個東西就出來了對不對 喔對關鍵是你首先 Library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Library這個函數是載入某個套件嘛對不對 所以你 前提是你要先安裝 你安裝了當然就可以載入了對不對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我怎麼樣 欸現在看到了這個R的畫面 欸但是問題是這個圖是什麼東西啊 欸剛剛就是有人要讀自己的檔就沒有辦法讀啦 為什麼咧 欸主要的話 你會發現 這些函數你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我們一行行執行 我們現在要解函數的時候 我們就要一行行執行喔 我們把它清空一行行執行 這邊也清空 Library 沒有什麼反應對吧 接下來 欸現在是不是有一個image這個物件 這顯然是一個物件嘛對不對 如果我們 class class 它是一個array 對吧 這是一個array array的話是不是一個 跟那個就是 data frame 一樣類似的東西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然後接著咧 plot 欸這個東西 我看不出來是什麼 好所以看起來 這個是把某個東西讀進來 變成一個物件對吧 然後這一行我們看不懂是什麼 好我們暫時看不懂是什麼 沒關係 這一個 這一行一執行是不是 圖就出來了 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說 這一行顯然是讀檔的關鍵嘛 對不對 那讀檔的關鍵 它裡面包了這一堆 我看不懂 我就執行 執行的話你會發現 這看起來像是個路徑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 或者說你如果打help 你如果有不懂的函數 你就打help嘛 對不對 欸這裡是不是 請你打一個file name 這樣可以吧 好那所以我現在打一個file name 我現在 我剛剛下載了 我來看一下我 叫panda 點jpg 好那這樣子 我再讀一次 好讀完之後啊 我再一次 欸 欸看到啦 欸我是不是就把我 喜歡的這個元寶給這個讀進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個 這個我想應該就是 等一下就是 這個不用再給大家回頭練習 大部分都有做出來好不好 那個 欸就是等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元寶讀進來的話 你可以再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現在我們要做另外一個 我們再學另外一個套件 就是我們現在要學這個套件啦 是要增加程式的可讀性 為什麼要學這個咧 我們先講一下重點喔 因為啊 我們以後寫程式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是 看網路上的範例code 或者是我給你的範例code 好不好 那你試著去學習他在做什麼 然後你就知道說 以後我要做類似的事情 我就是把 可能把檔名改掉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我就可以執行了 那之後啊 你會看到成 那個 因為別人一定會使用套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沒有人 我在前六節課 的確是有點虐待你們啦 就是用20個函數 can't do anything 對不對 之後沒有人會幹這種事啦 你去網路上抄 他一定就是有什麼函數 就用什麼函數啊 對不對 所以之後你要可以看得懂 任何函數的這個 就是 任何人家寫出來的語法的話 你就需要學到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非常重要 這個套件是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啊 把Data 1 喔靠 我就要把Data 1刪掉了 我要把Data 1再讀回來 好我們把Data 1讀進來之後 接著 這個 欸這一個 這一個函數 Levels跟factor 還有lens的這個組合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總共有 25個test name 這個test name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Data 1好了 大家可能忘記了 這個test name 就是我們上一次說 欸有幾個這個 呃實驗室檢查的這個數值 對吧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是我們 之前想要得到的一個最重要的information嘛 對不對就是他有幾個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產生一個 就是m乘N 那個N我們才確定多少嘛 對不對 好那 那這個東西 這樣是不是很難讀 就是這樣子的程式 如果我的程式都是這樣子 聯合的這樣的一堆 一堆小括號裡面 又有小括號又有小括號 那這樣是不是很難讀 那我要怎麼去增加程式的可讀性呢 我們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連續 就是我先把 test name把它factor 之後變成factorized的test name 然後再對它求levels 然後成為levels test name 然後再把這個物件取lamps 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我的最後這個結果 而且這樣子的話 程式會比較好讀一點 你們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下面這邊比較好讀 上面這邊比較困難吧 應該可以吧 還是有人覺得上面那樣讀起來比較輕鬆的 應該覺得下面比較簡單啊對不對 可是下面這樣有什麼 有什麼缺點欸 它儲存很多垃圾物件 這個就是一個垃圾物件對不對 它儲存很多垃圾物件 會拖慢程式的執行速度 並且還會佔用我的空間 好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佔用的空間只有一點點 但多起來 但是你程式如果多起來 檔案大起來 這個垃圾物件跟空間就會非常的浪費 好那我要怎麼做勒 有一個套件啊 叫做這個 這個套件 你把它library以後 當然你要先安裝啦 對不對 安裝完之後你才能library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程式可以改成這個樣子 我的data1裡面test name 欸我通過這個% 大於% %大於%就是把 左邊的東西 丟到右邊的函數去執行 左邊的東西丟到右邊的函數去執行 那它是不是要先經過factor 再經過levels 再經過lens 那這樣出來產生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 25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會不會覺得這樣好讀非常多 這樣比起那個 我們再跟前面比較一下 跟前面這裡比較 是不是好讀非常多 甚至我老實講 我覺得也比下面好讀很多啦 好不好 就是 左邊的東西丟到右邊的東西 再丟到右邊的東西 全部丟完之後它一起變成等於 複值給左邊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樣的打法 還有非常多的變化型喔 因為你可以打成 欸把小括號打出來 也可以把 小括號裡面放個點 這個小括號放點的意思是什麼 勒 是說 欸我的這個東西啊 它要丟到點這裡 點就是取代前面的這個東西 點就是取代前面的 output就是丟到右邊的點裡面 為什麼需要點這個函數咧 主要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的函數啊 它可能要輸入非常多參數 那我們前面這個東西 它往後丟 它可能丟到某一個參數裡面嘛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在read.csv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參數 兩個參數 三個參數 四個參數 那我要把前面的東西丟到 後面的某一個地方 我就要去指令說點在哪裡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點就是我前面要丟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函數 這個f這個函數啊 是把 xab三者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運算 這個f f 1 1 1 它出來的答案是2 1 2 3 1 2 2 它出來是4 2 2 2 它出來應該是10 好這個 這個函數後面就是做一些簡單的運算 這個函數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啦 對不對 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說 如果我把1到5 丟到 我把1到5丟到 f.25 那代表是什麼 我 a跟b固定為2和5 然後x從1到5 我想看看它的效果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 五個數字 這個1到5就是丟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我把這個 這邊桿2 這邊桿點 那這個1到5丟到就是a的部分 這樣可以吧 那我把這裡改成 5 這裡改成點 它出來就是21到25 這樣可以了解我在做什麼嗎 應該可以吧 好 好 那我們 這個我們先試到這裡好不好 我們在教下一個這個特殊的語法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run完這裡 你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你圖檔還沒有讀過自己的圖檔 就在練習那邊 你可以再讀一下 接著 請你安裝這個套件之後 Library 然後去試一下這整個流程 讓你了解一下它的效果 好那我們再來教幾個比較特殊的運算符號 那教這些特殊運算符號主要是 以後你在抄別人程式碼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劇透啦 就是 其中作業的原則上 你就是應該要去找別人程式碼抄啦 好不好 那這個 你要抄別人程式碼的時候 他一定會打出這種符號 所以說你看到這種符號 因為這種符號 這種符號最討厭的地方 為什麼我要教咧 主要是這種符號你去打help 你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就來說我現在想要看這樣子 help 沒有這種東西啊 這樣知道嗎 所以在r裡面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函數形式啊 這個 這個我一定要把 這種東西叫運算值啊 運算值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類似加號啊 那種 這種 加號乘號這種東西 所以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先講 不然的話 你們看到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看那個什麼 %in%也是這種莫名其妙的東西 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剛剛是%大於% 現在%小於大於%對吧 他差別是%大於%啊 %大於%我是把 我現在用%大於% A是1嘛對不對 然後ADDE就是 1加1的意思 這樣他是把結果變成 結果變成2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A呢 這個A不會改變對吧 如果我想要把A 加1之後把A改掉 我就需要%小於大於% 好這樣子的話 我再做一次喔 這樣子的話我的A 就變成了2 我再多做幾次 我看一下我這一行多執行幾次 好再看一下我的A 欸他是不是被我加到8了 好這樣懂這個 這個 這個運算值在做什麼了嗎 應該懂了吧對不對 好那接著咧 還有一個特殊運算值就是 剛剛我們把Data1 這樣的一個 Data1裡面的 裡面的test name 是不是前號test name 好這樣子的話 這個語法我還是覺得太複雜了 因為這個 前號這兩個東西黏得太近了 這樣看起來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用%前號% 那你這樣子的話 欸一樣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喔 那這樣子東西就會拆得比較 就是 就是又拆得更乾淨了一點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不過就是 欸 這兩個運算值很少用 因為你看這個東西他其實可以 我 我可以用 A等於 我可以用A等於A% 大於% 然後ADDE 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取代嘛 對不對 他也沒有很不好懂嘛 對不對 反而是如果你常常用這種 呃 莫名其妙的符號 他不見得比較好懂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這個 呃 就是 欸這些運算值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 他是在幹什麼用這樣子 好 那 學特殊符號的 目的 就是除了增加程式可讀性 最重要的是 其實執行速度是會有增加的 為什麼會增加執行速度 因為你掃存了一堆垃圾 就是你掃存了一些垃圾物件嘛 對不對 因為垃圾物件會佔著你的記憶體 吃著你的資源 欸你不要覺得佔著記憶體 沒什麼影響啊 他至少會吃你的電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還是有差別的喔 那這個 我們來把它全部執行次 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 是我們啊 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 DATA3-4 我們把它的這個 就是 好 我們的這個 FINAL DATA就是我們上 之前的練習題 我們做出來的 這個 我們把這個 就是 我們把這個 就是 檔案從直視感 橫視 就是改成 某某人在什麼時間點 他做了什麼檢查 有些 有做的就填 點直 沒有做的就填 NA 那這個做完之後 你可以用FWrite這個函數把它寫出去 那你會發現 全部加起來 大概就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非常快 這樣 這樣 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有用套件 跟沒有用套件 就是有這樣的差別 好 這個東西啊 大家不需要 大家 這個 不需要 一定要做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二要做什麼 練習二是啊 等你把這個東西 做出來以後 我現在還沒做出來啊 等你把它做出來以後 這個FINAL DATA 這個FINAL DATA 這樣一個檔案 它的檔案格式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等一下大家要複製貼上這一行 這些 這些指令 然後把這個FINAL DATA做出來 做出來以後 你會看到 這裡是不是 有非常多生化值 每一個時間點都有非常多生化值 我們要做出 鈣跟0的成績 這個鈣跟0的成績 這個醫學上 有時候蠻常用到的 就是要把鈣直接乘0 那我們把鈣直接乘0 我們的標準做法就是 這個鈣 乘上0 直接把它相乘 變成一個新的變數 叫做CAP 這樣可以吧 好 但是啊 這樣的做法 我們並不是非常喜歡 我們希望啊 你可以使用這個 DPLYR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啊 裡面有個函數叫MUTATE 這個MUTATE你要自己點進來之後 首先當然要先安裝 安裝完之後Library 對不對 Library之後 你可以打MUTATE MUTATE在第41頁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函數說明 這個函數說明裡面 你當然就是要先去看它的example 先看它的example 看看它到底是怎麼用MUTATE這個函數 它的效果是什麼 那你知道它的效果之後 你就要用MUTATE這個函數 做我們剛剛做的這件 蓋靈成績的事情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應該可以了解吧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練習題 我們會花久一點點的時間 來做 我們大概可能10到20分鐘 20分鐘好了啦 好不好 那大家可以那個上個廁所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 因為等一下我們那個 前面你要先產生FINAL DATA FINAL DATA需要產生一些時間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FINAL DATA FINAL DATA已經產生完了 大家先產生FINAL DATA 想生廁所再上廁所 好不好 大家可能還不會讀套件說明沒有關係啦 這個 我們的重點是 你需要 你現在我指定告訴你說 我要example這個函數 MUTATE這個函數對不對 請你找到它的examples 然後啊 你就把它example直接複製下來 好 我直接貼的時候你會發現 欸怎麼不能做 欸他怎麼會 他怎麼會給我這個 這個範例咧 我來看一下 這樣子有點麻煩欸 這樣你們 因為他這個範例給的也不是很好 欸我 這個套件他有改過是不是啊 為什麼 我看一下喔 好吧這個套件他有改過 這個 這個 如果我們要這樣子開始的話 這個我少交了一個東西 你需要先 欸我知道了 我根本沒有library 想起來了 好這樣就可以做了 好 這個你要 你要先library 我剛剛忘記library他了 你如果library他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這樣子他是不是可以執行出一些東西 可是問題是 我直接執行 這樣 這是一串程式碼對不對 我直接執行這樣效果不好嘛 對不對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可是根據我們剛剛學到的知識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不是左邊的東西 丟到右邊的 再往後一直丟一直丟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按下run之後發現 這是一個 這顯然是一個 Data的 這個 Data Data的這個 就是 等於說 是一個 DataFrame之類的東西 我們對他打class 好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跟DataFrame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前面多了一些 物件格式的屬性 好 總之我們的DataFrame 應該是可以用在 用在這上面 好 接著 這一個 這是一個函數 我們沒有辦法單獨執行 但是我們可以 把 這樣一個東西 一組 這樣我們就知道 丟到這裡為止 他是在 他是什麼東西了嗎 他在選出了兩個變相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 好接著勒 Mutate 他把 現在這個東西 過了之後 他是不是產生了一個 Mass2 跟Mass2 Square 這個Mass2 我們看這裡都可以看到 Mass2 等於Mass 乘以2 Mass2 2Square 等於Mass2 乘上Mass2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你就知道 Mutate這個函數 是要來幹嘛 拿來產生新的變相 對吧 拿來再 擴增你的 DataFrame 那用什麼方式咧 用下面這種方式 去呈現 所以我們已經解构出 我們要怎麼用這個套件 還有Mutate這個函數了 對不對 現在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apply回 這個 我們的 這個FinalData 好不好 這個 大家注意啊 就是 剛剛在做那個 FinalData的時候 最後 還有一步 就是你要先把 FinalData改成DataFrame 如果你沒有把它改DataFrame的話 你就會遇到 這個 沒有辦法使用 Mutate這個函數的 這個問題 這樣子 那 你沒有辦法使用 Mutate函數的話 這個 就是 我先不要 不要執行這行好了 然後我直接 做那個Mutate函數 然後給大家試 看一下 大家就會發現 它會有一個error 它有這個error 這個error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我的警告是中文的啊 為什麼同學遇到的警告都是英文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欸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個 總之它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不可能用 我們不可以把我們的方法 用到這個 Matrix上面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 這個 class 它是一個 Matrix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改成 DataFrame 那改成DataFrame以後 咧 欸 這 太不給面子了吧 喔 改成DataFrame以後 它 這樣子的一個警告 是什麼意思 裡面有 非數指引數 為什麼咧 因為你現在看它 你是要它相乘嘛 對不對 你是要它相乘 可是你看 它的這個 這個東西是個文字嘛 對不對 它是一個文字 對吧 那這個IP呢 它也是個文字嘛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是 直接把它寫在裡面 好 這樣子的話 你再看一次 我們的這個 它是不是就出現了 這個 喔 我是要把Guy跟Na 乘在一起 CR Cretinin跟Na 乘在一起 不是要乘IP啦 這個無所謂啦 反正就是 你就知道 第一個我是可以這麼做 第二個當然是我可以在外面就把 第二個當然是我可以在外面就把 欸我來 我來炫一下好了 好不好 這個 它的 前套在哪裡 好 CR Cretinin 然後咧 然後咧 這樣 這樣不行 那這樣好了 好你看我這樣是不是就改完了 我現在再問一次 這個東西 它的class 它是不是就是被我改完了 好所以我可以這樣子先執行 這樣我是不是就 這樣我是不是那個 呃就 可以把這兩個東西都改成了這個 數值 然後可以直接進行運算 欸 喔 塵它又被我丟掉了 好 那 但是啊如果你直接要做蓋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蓋啊 它是沒有辦法直接做的 為什麼咧 因為它中間有空白 現在你直接看這個 Final Data 1裡面啊 這個蓋 我們打Color Lens好了 它這裡是有空白的 這個有空白它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的 為什麼咧 因為它 這個它並不知道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物件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啊 先把這個蓋的這個名字改掉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蓋的名字改掉 好我們再看一次Color Lens 這裡是不是被我改成有底線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被我改成有底線之後啊 現在在這裡我就可以用底線相成了 但是一樣 你需要先把它改成數值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Data 1 產生一個新的變相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這個 呃就是 我們這個練習二就是 可能埋的坑比較多啊 所以說這個大家沒有就是 解出來這個也不要太難過了好不好 這個 不過你可以試著去閱讀那個錯誤訊息 這個能力是要有的 這樣知道吧 我們看著它給我的錯誤訊息 我們猜測說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 我們今天已經沒有練習題啦 這邊上完就可以下課啦 好不好 但是我們會發期中作業 這個期中作業就是 我們先講一下 那個期中作業就是 呃大家可以組隊交 不用每個人交一份喔 可以組隊交 因為你們每個人交一份 啊大家好朋友互相抄一抄去的 這也不是辦法嘛 對不對 沒有意義啊 所以你們可以組隊交 而且可以組隊 一隊可以有幾個人耶 你們可以全班一隊也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但是我跟你講啊 全班一隊 這個 這個 你們你們自己去協調啦 好不好 全班一隊所有人同個分數喔 好不好 這個 那個 啊 所有人是同個分數喔 不會有高低之分喔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不用跟我講說 裡面誰負責什麼啦 好不好 反正 呃用屁股想來知道 大概是 一個比較厲害的人 cover全部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不想看假的東西啊 好不好 反正我們就是 一隊 就是一個分數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講說 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 我們先講說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大家等一下 把這個 final data 你已經寫出來 你已經 你已經這個就是 把它產生出來 對不對 請你啊 請你把這個 final data 先把它寫出去 寫出去 寫出去以後 你應該要得到這個檔案 這個是 final data.csv 這個檔案啊 這個檔案就是 我們這個 就是 呃 這個檔案就是 我們之後 要拿來做其中作業的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我們來看一下喔 final data.read.csv final data.csv 好我把它讀進來 來 我先清空了 我把這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 好這個檔案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 我們剛剛整理好的那個檔案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檔案我們拿來做什麼呢 它是不是有很多missing value 這個missing value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 以後各位 醫師在看病的時候 你想要看 今天抽血的結果怎麼樣 可是啊 你會發現 這個 健保局可能規定 某某生化值 三個月只能抽一次 某某生化值 可能一個月只能抽一次 所以 你看到這個 會有洞啊 這是非常合理 你看為什麼這裡有IP 剩下地方沒有IP 為什麼 因為 他 你就只能按照他的規定 就要三個月抽一次嘛 對不對 那三個月抽一次 我 我實際上 我在看病人的時候 我又想看到這個數值 那怎麼辦 我只好看他其他比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就是啊 我現在要把這個 我現在要把這個遺漏值給填滿的話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遺漏值 把這個遺漏值填滿的話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我啊 我把每一個人的 我把每一個人 他自己的平均把它填上去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這個人 我有三筆資料 這個A生化值 B生化值 C生化值 這是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 好他如果這裡有空 這裡沒有空 這裡有空 這裡沒有空 那我啊 我當然 我這一個值 我這一個值 我這一個病人的這一個值 當然是從這裡算上來的 這樣可以吧 那這兩個值呢 這個病人算下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不可能說 整份資料一千個人 然後一千個人 算個平均值 然後填給所有人 不合理 對吧 所以我應該是 把每一個人 的data抓出來 然後每一個人 填入每一個人自己的平均值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們第一種 去填補 遺漏值的方法 我們現在注意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喔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 你手上有一份 臨床資料 這一份臨床資料 你要看病用的時候 你鐵定需要補遺漏值 你當然說 我可以用人看啦 好不好 那這樣是不是很笨 我是不是 比較想要自動化 這樣子以後 我做完這個檢查之後 如果 我沒有 雖然我沒有檢測 沒有檢測納離子 我也希望 系統自動幫我 把這個 納離子填進來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第一種做法 是填平均 怎麼填平均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 finaldata 變成finaldata.1 好 finaldata之一 然後我們先把 這個 levels patient number 把它抓出來 number of patient 然後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先找出 這個finaldata裡面 subfinaldata1 這就是第一個人的 這是第一個人的資料 這是第一個人的資料 第一個人的資料 我們要把他的IP 他的IP就是 我們的某一個生化值 對不對 這個生化值 這個生化值現在是有這些 這個生化值裡面 我們把 isna 這個生化值 這樣子 這是不是鎖引說 這個生化值裡面 na的部分 他現在全部都是na對不對 我們把它填入哪一個值咧 我們把它填入 這個生化值的平均數 這個生化值的平均數 並且narm等於true 代表的是 我不要用na去計算 計算這個平均值 如果我這邊打force的話呢 他出來就是force 好我這邊 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你看一下我的finaldata1 它的IP IP在哪裡 IP是不是 這些就是被我填入的值嘛 可以接受吧 這樣我看得懂嗎 我這裡是不是被我改掉了 這裡被我改掉的話 所以我現在問你說 我們思考一下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樣的過程 擴展到全部的資料去 應該也不是很難啊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個IP 改掉就好啦 把IP改成那個 就是 他的那個變數名稱嘛 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把回圈全部執行完 回圈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再把I回圈 從第一個病人做到最後一個病人 那但是問題 這是subfinaldata嘛對不對 我們再把subfinaldata rby的成一個大資料表 這樣我們是不是最後結果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大家現在應該有能力 規劃這個流程喔 好來看一下我們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levels patient抓出來 levels test name做出來 J回圈掌管 test name I回圈掌管 number of patient 然後這個datalist 一個一個把subfinaldata存過來 最後用rby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個函數 執行起來應該 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太困難 好全部執行 他要很久嗎 好我也不知道他要多久 先放在那裡跑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我們後面 好不過 這個 你這樣 你應該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 這樣子補遺漏值 你覺得合理嗎 大家想一下合理嗎 如果醫師去看病的時候 然後 你這個 你現在有一個生化值沒有抽 然後這個 他就把你力 從近十年的血 比如說你血壓沒有測好 他就把近十年的血壓 全部平均下來 當作你的血壓 這樣可以嗎 不是可以 好啦 你們是現在年輕人 沒什麼感覺 這個 年紀大了以後 就把你血壓慢慢上升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 理論上你在補真化值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看病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看的是平均比對吧 我們不應該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測 這個數據沒有測 我們不應該看的是平均值 我們應該看上一筆是什麼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應該看上一筆是什麼 好 上一筆是什麼 這件事我們要怎麼樣去 把它填出來勒 我們可以用這一串程式嘛 好我們不是填 我們決定不要填上一筆 我們填天數最近的 天數最近的值 也就是啊 如果今天 我們有一筆Data 好我們這樣子 黑色的代表 黑色的代表這個 黑色的代表這個沒有missing 藍色的代表有missing 那我們就先計算 這裡離他 差三天 這裡離差差十天 那我們就選擇三天的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就選擇三天的值 這是一種做法嘛對不對 注意我剛剛有第一種做法 現在又有第二種做法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第二種做法怎麼做勒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啊我們先把 第一個人把它抓出來 好這個 subfinal data 1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第一個病人 這是第一個病人的值 然後啊 我們把 J等於1 我們先把 J等於1把它做出來 J等於1就是 我們現在要看 Didj的生化值 這個Didj的生化值 它非常有可能是這個 現在這個Didj的生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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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是這個 ABUMIN 後面有測 前面都沒測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問它 沒有NA的在哪裡 沒有NA的在哪裡 然後我們匯取把它找出來 這個Value Position啊 是指說 這些地方它沒有NA 就是這些地方 它是有這個 ABUMIN這個生化值的 ABUMIN白蛋白的意思 那我們接著啊 我們一個一個來找 如果 它的Value of Position 它並不等於0 也就是代表 它實際上是有Value的 那我們就從 K等於1的時候 開始找 這個K等於1的時候 我們就看 當前的這個 如果 當前的這個 Didj的Value 它是NA的話 它是NA的話 我就執行Impute 我們就檢查一下 當下的這個 Value Position 跟這個K 它最接近的是哪一個 最接近的是第一個Value Position 所以我們的 Impute Position 就是 第23個 然後我們把 我們就把 Didk的 現在是E嘛 對不對 第一個這個值 填入Didk的 Impute Position 這個值 這樣可以嗎 啊這是Didk的 Didj的 Didj的 TestName Didj的 TestName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我們再看一次 看著我的程式嘛 然後我在黑板上 解說一次給你們看 手簽 藍色代表明顯 好 來 剛剛I回軒 I回軒是for patient對不對 I回軒是forpatient對不對 然後這一回軒呢 這一回軒負責在這裡 這一回軒負責選出這個東西對吧 那可以在做什麼 我剛剛來我們第一步 先找出有value的position在哪裡 有value的position就是這裡 他告訴我是多少 1 2 3 是5 6 7 8 9 5跟9 所以以這個開始來講 value position就是5跟9 對吧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我k回軒在做的時候 k回軒在做的時候 k是不是等於1 我是不是在focus這一格 我focus這一格對不對 我先問他是不是na 如果是na的話 我就找一下 e減掉5跟1減掉9 那個前面那個 這個which mean abs是絕對值的意思 我把1減掉5和1減掉9 然後取絕對值 所以是不是4跟8 取絕對值最小的地方 是不是第一個值 他離第一個值比較近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value position 然後鎖引第一個值 我就找出 他是第五個值 我要填第五個值 所以對於這個值來講 我就把它填了過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最後一行就是把它填了過去 好那 如果我今天這個值呢 k等於8 k等於8 8減5是多少3 8減9是多少-1 取了絕對值之後 最小的那個值是不是第二個數 那我的value position就是9 那我把那個value position9 就是第九個數字填過來 那他就會填過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這個程式碼 就在做這件事情 好如果你完全了解這個過程以後 我們重點是什麼 我們重點並不是說 欸真的 這個 我們重點並不是 就是要考大家寫程式 我們現在是提出一個想法 我現在有資料 我要補儀肉質 補儀肉質這件事情 以後你常常要做喔 因為你看病的時候 總是有一些東西 你就沒辦法抽嘛 對不對 那你沒有辦法抽他的血 去檢查這個東西 那你就只能用上下的數據去補阿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組成回圈 那非常簡單嘛 k從多少到多少 4 k in 1到多少 n raw subfinaldata 對吧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回圈呢 4 j in 1到 n txtname 好那接著i回圈呢 4 i in 1到 n.page number 好不過做完之後不要忘記阿 你要把 這一個datalist 第1個 它要等於 我們的subfinaldata之一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全部執行啦 好不過這個要執行很久啦 這個 這個要執行非常非常久 所以說我們就 我們就不弄完了 這個就是完整的回圈 流程 好這樣子 我想你大概聽的就是 也一知半解啦 如果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要派其中作業啦 其中作業要做什麼咧 就是阿 你發現 你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不同的策略 去填補這個遺漏子 我們有不同的策略去填補遺漏子 那 請你阿 就是 找一個方法 然後很好的來填補遺漏子 那我們現在來規定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好不好 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我們好的方法 不好的 好跟不好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阿 我現在這邊有一些洞對不對 好 我現在故意阿 把某一些 他明明就有了值喔 他明明就有了值 黑色的是他明明就有了值對不對 黑色的是他本來就有了值對不對 我故意把某一些取叉叉 隨機的 隨機的去把某一些刪掉 假如說我隨機的刪掉一千個 這樣的數字 隨機的刪掉一千個 然後阿 我用不同的Strategy 去把它Impute起來 然後我看看阿 這一些五值 因為這些值是我真的知道的值對不對 我知道這些真正的值 然後去跟我那個 我那個Impute回來的值 去相減 然後取 假如說取絕對值 然後看看平均差異 看哪一個比較大 這樣子 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取平均值的方法對不對 第二個方法是取最近的值的方法對不對 還有你可以找到非常多方法 有些可能是用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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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這麼多方法 請你去比較一下 哪一個方法 對Impute Missing Value 是最好的方法 你知道我其中作業的命題是什麼嗎 這一題 我平常講 一個人要做出來當然是可以的 可是真的是有點辛苦 因為要分不同的part 為什麼呢 首先 首先 Strategy可能就有好多種 對不對 你如果上網Google 你會發現 欸 前 前面三個就是不同 你看甚至第一個Google出來的 是 5 Powerful R Package 第一個鐵文裡面就寫了5種方法 對不對 所以確實 沒有 就是這個是個大作業 這不是個小作業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做出來就是說這個 欸就是 我們就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啊 這個比較一下不同的 Missing Computer 的方法 然後去看看這個 去看哪一個比較好的 好的方法會已經決定了對不對 好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我要怎麼樣去隨機的 隨機的抽掉某些方法 有一個函數 叫做Sample 這個函數叫Sample 欸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Impute Impute Value Position 這是不是 欸 就來說我們講Value Position 他如果等於 他如果等於 舉來說 等於 1 5 7 9 10 好 好 舉來說這是真實有 這是真實有值的地方喔 好不好 那我想要啊 隨機抽出 兩個數 直接把它變成na 就是把這些數字把它直接變成na 我可以透過這種方法 來隨機抽樣 好不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用Sample這個函數 你一定可以 隨機的抽出 某些 某些值 這樣知道嗎 好但是啊 Sample這個函數有個缺點 你有沒有發現我每按一次 他抽到的數字都不一樣 這樣是不是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就是 我這樣子我就沒有辦法控制很好的 很好的控制變音啊 我怎麼知道我 Strategy1 抽出來跟Strategy2 抽出來的 要把它隨機移除的 是不是一樣的數 所以我們需要另外一個函數 叫SATSEED SATSEED 0 這個SATSEED就是 設置隨機種子 當我打開SATSEED 0之後 我按下Sample 我每一次抽出來的 就都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所以說 你為了要控制那個隨機性 你可能需要 SATSEED的這個函數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 你知道今天的作業 知道我們的其中作業要做什麼了吧 好不好 那我們什麼時候教咧 我們就 這個 欸 你們先 你們先分組啦好不好 我們先 就是 做到什麼程度都可以啦 好不好 你 講真的 我們最Minima 最Minima的程度 至少 你要 你要 比較前面那兩種方法 我都已經貼在上面了 對不對 你知道 你連那個Google都不用Google 你只要 把我上課的那個 兩個方法做個比較 這樣就收工了吧 對不對 好 這是最Minima 最Minima的要求 但是我們希望 你可以額外找一些套件 來比較一下 它的那個 差異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 就上課上到這裡 有沒有任何問題 這裡其中作業 啊什麼時候要教咧 那個 學校 我也不太清楚 學校什麼時候會教我 教其中考成績 好不好 那個 就是 欸 學校的其中考成績 欸這個 好啦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就是 如果有人比較邊緣啊 就是 找不到組 對不對 是 就是 自己可以 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些比較 如果你覺得很有困難的話 那我們就寫心得啦 好不好 如果 有人比較困 但是 但是還是做 寫程式比較好啦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困難 寫心得也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當然心得不要上面寫什麼 老師對不起100遍啦 好不好 不要幹這種事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這個樣子 啊有沒有人有困難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好沒有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下課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這個 呃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教大家學會用套件這樣 那我們下個禮拜 開始會教一些 就是簡單的分析啊 然後畫圖啊 然後之後我們就開始進行 比較有趣的 就是我們就會開始 非常focus的 去學習 這個 我們現在都在做 基本的這個介紹 我們之後會非常focus的去學習 如何啊 那個 有女生在論壇上面 真男友的時候馬上就知道 這樣子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其實不太需要這個功能 因為論壇上面 一天到晚有人在真男友 隨便上去都是 隨便上去看都 隨時都有的人 可以給你選這樣子 好那我們大概就這樣子 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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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